之後其實是阿蛇 會開始和馬德忠有一段感情 在於我自己來說 首先我接受馬德忠是我哥哥 已經是一個挺突然的一件事 幸好就是在之前我和他建立了 當他還未認回馬德忠之前 我和他建立了一個關係 其實都是一個好兄弟的關係 所以其實覺得這個哥哥一直以來 就算之前幫我和阿蛇一起 他都做了很多事 我在那一刻我也覺得雖然我是難受的 但是覺得如果哥哥可以給到幸福這個女生 那會是一件挺開心的事 而我之後又會另外有一些東西 去分散了我這個注意力 所以這件事都可以挺平安的度過 我會說來是誰? 其實我會覺得它不是很難的 就想不做明天有什麼事 我會說明天有什麼事 我會說明天有什麼事 你會說明天有什麼事 感谢观看